干守内阁即将下台 以往被立委炮货猛轰 只能被动接受的官员们 现在不再入市了 从国安局长杨国强 劳动部长陈雄文 到最近的罗英雪都回宫反照 也让咨询台上传枪舌战 引来的不只有谩骂轩 还有拍手叫好的赞同 我觉得你真是可耻 我这样讲话才是名粹 你再讲一次 上来 再讲一次 他是法务部长罗英雪 以前你或许不认得他 现在却因为肯尼雅案 舍战立委爆红 时机点就在马政府 即将交接的时刻 但意图怨气的代退官员 还不止他一个 他不是我的范围 不是你的范围 你是局长 如果我当时是局长 有局也是局长 夹子经验不放假很容易 委员的身制也可以定为经验制 但不放假 一时间所有马政府的官员 统统活了过来 不再被动接受立委的炮火猛轰 进来的直询台上 可说是刀光剑影 不过官员代退前的有话之说 不只有不恰当的谩骂声 也有获得部分民众的支持 不其他表现又没有什么 又不能有大开大合的做法的 这种情境之下 那当然只剩下讲话的空间 所以他们认为 光是表达这件事情 也算是有做事了 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讲 他的确满足了 选民的一些想象和需求 那些其他一般的民众 会不会是平常不敢讲话 然后刚好因为有这个时机 跟这个事件 然后透过部长 或透过官员的发言 带动他们愿意讲话 或什么 这是有可能的 代退前的大暴走 也印证了官员的发言空间 持续被压缩 老掉牙的备询方式 政府官僚的八股回答 被罗银雪彻底颠覆 久局下半的形容词 加上一张自己错了 还怪别人的新闻稿 抄白话的叙述 替他获得了血神的封号 似乎也替执政八年的马政府 带来了一点创意 我们可以去思考 就是能不能把话讲得 更明白一些 能不能不要再这么拐弯磨脚 因为我们过去发现 官员经常踢皮球的方式 就是东绕西绕 讲不到重点 所以我觉得这至少 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立法院是议事的殿堂 却一再重演过去 对官员百般羞辱的场景 罗银雪的爆气做法 让马政府部会手掌的形象 亮了起来 却也无形中成了 另类的政治行销术 欢迎新闻林明燕 重演台北采访报导